您主张当代青年女性学女子防身术吗 当然了 我认为是成长过程当中 我在上大学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走毒啊 您身上有两下子 我父亲就教我呀 他就教了我几招 然后呢 比如说如果人家从后边搂住你脖子 你怎么办 怎么办 坐后脚尖啊 一台再拖一下 斗完以后 然后往下一蹲 让我往下蹲 蹲的时候 他因为手腕这样搂着嘛 这都是我父亲教我的 他说如果有人突然就后边搂住你了 你那先不要跟他什么 顺着他 顺一会儿 然后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猛跺他后脚尖 您父亲是教琴拿格斗的 没有啊 我父亲就属于爱女吧 爱女心切 爱女心切 对 他是很小就会教我很多 我记得最早他教我书法 等我稍微大一点 他就教我一些 比如说这个夜里的出去啊 我记得我最小的时候 五年几十岁吧 去看那个到天坛剧场 看那个红色娘子军 一个人去的 然后回来呢 就最后一搬车了 我记得我到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父亲正在跟我母亲吼 他那么小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 哎呦 你说这真是 然后我母亲就好像很随意 但是我父亲就特别在意 我跟你说 父亲真不一样 对 那天我们一起吃饭 我就发现这个爹啊 就跟我一个岁数的 女儿大概是十六七岁 说有个男同学约他 哎呦 我算是亲眼见着了 就说一顿饭没吃好啊 就说 咱们快点吃完吧 我去接他 然后一般当妈的 我发现对女儿倒是挺无所谓 对 说你管他干什么 他同学去玩 没有事的 他说那谁说 我看着男的都不像好东西 看谁 这会儿看谁都不是好东西 其实要说真的 女的要跟男的打 是一般肯定打不过的 对呀 您教这个 你会不会更加助长了歹徒 更有可能伤害你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 就是怎么样 想办法脱身 对 就是你当时不要跟他争 假如你当时被控制住 你当时不要跟他争 顺着他 然后呢 你如果找机会 比如说走到一个地方 有跑的那种可能 或者周边就有人 那这种情况啊 你要突然的出现一个 自我保护性的能力 这个能力 那比如说像我们那个 王教授 他就提出包括什么 踢当啊 什么这些 王教授教的踢当 那是正面 您别教的是跺脚尖 对 因为你是背面嘛 一般袭击都是背面嘛 他袭击一旦是 一搂住你的脖子 扒就拉住你 一会儿你就会昏迷的 裸脚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 女的最好不要强烈反抗 越反抗她累越紧 所以我就说 但是你要学会抓住时机 想办法挣脱 方舟你得学学这个 但是我 你知道我 我最近 我妈反正让我别学 别相信这个 因为最近不是有好多这种 女生被害的 然后我就说我也要学 然后女子防身 我妈说一个呢 她不一定会有用 就是因为 就是之前流传的一个 就那女生在路上走 那男生一长下去 一拳下去 那女的当时就不行了 你知道 就她根本没有一个反应时间 然后第二呢 她是说 你收藏了 说你看了 跟你会 它是两回事 因为你需要一个 肌肉的一个反应 你得长期练 或者你总是需要 你就把这个反应时间缩短 你觉得你看了 好像你当时记得 先怎么样 再踢当 你到时候根本使不出来 你说最近我的 就是同龄的 有些人 就是到了什么呢 小孩要到外国留学 哎呦 这个就是担心 就女儿啊 女儿啊 就是说 要从租房子就开始 说西方那也不安全 对吧 就是 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 您当年咱们做节目 这个事情两年前刚案发的时候 我记得您就讲过 张盈盈 这个就前一阵 这不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 法院判了 陪审团 首先裁定罪诚 她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 就是说 她是好像是认 她杀了这个 这个这个张盈盈 但是呢 就是不肯说这个 这个尸体 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但是咱不说这个吧 就是说担心女儿的 这个真的就是 你看就是租房子 当年张盈盈 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腾森嘛 上了这个杀人 杀手的这个车 上了车 然后就给你拉到她那儿去 然后就是伤害 那您说这种 其实我 怎么办 而且还是白天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 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 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 那我想呢 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 我就看人家那个 随手把包放在那个位置 在我心里就想 这个包就很危险 然后呢 你有这警觉 对 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 随便走 我就在看这个窗户 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 那么就是 因为我有这样的 就是我看过很多的案实案 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 叫危机感 那么用这个感呢 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 我发现他们没有 就很多人完全没有 一丁点自我防范意识 你比如就说那个夜行 就是说晚上出去 我们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 只能晚上出去 对吧 比如说我飞机就后半夜到的 那怎么办 像那种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 就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要遇到点事 你就没机会 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是后半夜到 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 那我就附近找一份 找一份店先住下 千万不要去走 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 你比如上车 因为那司机 你是很难预料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了 你这个社会 你都什么什么事 让人家自我防范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警察也不可能登大眼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你不可能让警察 全方位的监控社会 所有角落 现在是这样 那有些那就在说了 你们把这个责任 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 是吧 而不是说 不让我穿着超短裙 凌晨三点 一个人打低 对吧 但他们的意见 咱们予以尊重 但是说 但是就说这事 担心还是担心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 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 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当笑话讲过 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 你这个什么叫捡尸体吗 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 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嘛 就是趁着喝醉 然后就施暴 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 在这朋友圈 我看一男的 背就扛着 这女的都这样了 都扛着 就这样 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四个 就你这都是犯罪了 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 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 就是说那这些女孩 就是说如果我要打算算计你 我先把你灌醉 然后我把你这个伤害 那这个就算犯罪 但是她在路上遇到了 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 当然她这种情况也算侵害 关键是她这个女的完全 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 你这个事就很难办 就是说这个喝酒是一种 我跟你说你们女孩 不管到任何场合 喝的东西不要离手 开了盖的不要再喝 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 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记忆 你都不知道 你醒了你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方舟你可以总结 我挺不太理解的 可能我上岁数了 他们是他们就喝以前 不知道要这样 会可能会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 这个现在的可能 整个的社会风气啊 包括什么 女生也会觉得 我也可以喝酒 我也可以穿得少 因为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 大家比如说男女 都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女生 她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 她就越玩得开 然后越受到称赞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可能是我们对于 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些女孩觉得说 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 原来好多事情 可能也发生 但是它没有爆出来 现在是包括监控啊 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啊 就是这种技术手段 多了之后 你可能 可能原来是只有女孩 说了这事才会爆出来 现在我觉得这事 可能早就有了 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 它被爆发的比较多 被爆出来的比较多 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的一个自制力 你喝不喝酒 酒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流行喝 尤其社交场合 但是有一点 你看我老说 我公开说过 我说我平生 我喝酒就没醉过 我为什么不醉 不是我酒力无边 而是我知道什么时候要醉了 我打死我都不能多喝一口 因为这个酒醉与不醉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就在一口 就在那一杯 你前面喝多少都没事 当你感觉不行了 当然你对酒性要了解 各种比如烈性酒 白酒威士忌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清酒 清酒这个东西 你感觉它后劲 这是很容易 黄酒也是很容易你在 就是你得有提前预知的那个量 如果你觉得不行了 你已经醉了 所以我觉得人要自律 尤其社交场合 一定不能喝 就是我现在发现 有一个真的是你说的 有一种新观念下的女性啊 和这个老观念下的父母 有的时候甚至是老公或者男朋友 你知道吗 这里边也很复杂 有的时候这个男的很有战友欲 就是甚至就不喜欢这个女的出去交朋友 不喜欢 尤其你更说 你比如谁的女朋友说 我晚上自个出去唱K去 男朋友肯定特恼火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容易这样给吵起来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比如说有些这个父亲就觉得 他觉得的这种不安全 好像有时候跟女儿降起来 就是我怎么不能去蹦地下 我怎么不能去那些去玩的地方 去跟朋友一块喝酒去 按说这是他正常的权利 对吗 但是是不是确实前存着危险 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按说都是最好的最高学府了 那那个晚上大家也说 哎呀我们去三里屯的酒吧 你知道就是因为觉得压 就是在那个学生时代 觉得压抑的特别久 而且这个父母越不让你去 越管得严 你就越会觉得 我需要我需要这样 对我越不跟你说的这个反正 有现在有些女孩就爱泡夜店 你觉得他这是 这也是正常的呀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 应该属于被迫的 就是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吧 她很年轻到大城市来 她特别想立足在这 立足在这 她找一小公司 可能她所有的命运 都有老板决定 于是老板要给她安排 她是不能不去的 这也是一种 还有就是朋友 就同事安排 你不去 你格格不入 你根本不能下去 你没有朋友资源 你怎么在这城市待下去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部分女孩 实际上是这样 她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呢 她也明白 但是到那时候她看不住 因为有人惯起酒来 像马爷这样有底力的 那绝对是明白的 就是咱们喝热了 心里还知道 这差不多了 咱不能再接了 对吧 但有些孩子 她就没办法 她想不喝 老板就往这灌 我觉得激进于犯罪 据我所了解的 她们有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模式 今天晚上 就是把她灌罪了 你知道吗 那就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有些女孩 她实际上就是说 她很孤独在这个地方 因此当有一个人 可能对她好的时候 她也很信任 那么这时候 可能让她喝 她不一定喝那么大量 她就完全就失去了 我现在有数字为证 可以证明 我原来说的一个事 她们都觉得 我是太荒唐了 这个想 可能因为我这个人 挺焦虑 我有时候会为女孩 有点被迫 还妄想 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 都是勇者 太勇敢了 她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了 她们就觉得 我想得很可笑 我说 我说你看 一个女孩 她跟一个男孩 谈恋爱 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 甚至两个人 可以住在一起 对吧 我说但是 她有没有想到 那是个体力 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 对吧 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 我们比如说 反过来像我这种 多疑性 我像您一样 极其强烈 不养情感 就是说 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 随时一举手 就可以治我命的 这么一人 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 或者我跟她 就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 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 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 我都觉得有点 那是你的问题 万一就说 这人会变呢 旅途当时 就是说 她会暴露出她另一面的 坑气一下就弄死我了 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 你看我没说 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 我不管你的过去 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 这个男女的关系 我后来就讲 我说 她这种女性 真的是无知无畏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杀手 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 第二天早上走之前 就把你干掉了 她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所以有很多女的 就是看这个电影 觉得很浪漫 我只管你的未来 不管你的过去 那你保不起 但是她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 是很少的 但是你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 就很可怕 这是极端 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 就是弱者的武器 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 就是她会把这些暴行 自我合理化 你比如说她跟这男 她可能喝醉发生关系 她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 非常后悔 非常难堪 但她就会自我合理化 她说 那我可能还是喜欢她的 或者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性 更长久的关系 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 并且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 就被职业杀手杀掉 我觉得是极端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被施暴之后 她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 她觉得可能我是喜欢她的 并且把它变成长期关系 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 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 所以你看我有数字为证 马爷您看看这个 就是联合国数据 2017年全球大约8.7万名女性被杀 你看超过一半的女性 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 60%多应该是 超过一半 也就是说杀你的不仅是职业杀手 就是跟你好的人 这玩意想起来不寒而栗 他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 是因为他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 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 夫妻你现在不是每个人 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 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 都是因为爱情结婚 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 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 拿那条字的全是条件 那没有说 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 你那有一个儿子 娶不着媳妇 咱俩拿一条件 说条件是什么 爱情 爱情有这个吗 那肯定是房子 什么各种工资 全是这种事 大量的是条件 甚至是无奈 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 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 叫实践人命九剑间 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 就是男女之间 就是一些情有关 这就是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 我最早 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 还不到60 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 就66% 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上下 也就是说这个杀人案件当中 熟人比较多 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 比如说合伙做生意 因为我认识你 我想把你钱捏了 也是熟人杀人 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在这个当中 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 有性关系的 他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家庭暴力 要不要干预 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 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 性伴侣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 他想摆脱这个男的 这男的死缠乱打 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报警 他妈妈也干预 都没制止住 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 所以呢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凌容忍 就是因为她是一而再再而三 而是得寸进去 但是有很多女性 她就觉得我一旦 已经跟你结婚了 尤其是有孩子了 很多女性还是顾及孩子的 她就觉得这个 如果要离的话 孩子怎么办 而且她有些这种女性 往往自己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 所以她只能靠这个男人 而这种男人呢 她就打惯了以后吧 她就老打 我去这个咱们西北的 就是说错了 应该是西南 就是山区那些地方 贫困地方 他们的家庭暴力就特别严重 所以复联每次一见到我就说 哎呀说李老师怎么办 但是呢 这种女的真要被打死的 哎呦 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 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 然后所以印度的一些女的 他们就成立叫粉红帮 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 就是罩着这个男的就打 当然这是以暴之暴 不提倡 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说的挺重要 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 尤其在可能中小城市或者乡村 他周围的环境都是 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 就是说哎呀你就忍忍吧 你就再凑合凑合过 他找不到一个支援 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 所以就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你知道 马爷 但是有女权的 还有男权的 我那天看见一个女性写的文章 就是说当然有些男的也是说 干嘛好像都是说男的对女的暴力 也有女的对男的暴力什么什么的 他就拿出这个数据了 他说但是实际上呢 女性现在就是他认为性别的面临的暴力 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挺感人的 就说意大利找 你看看吗 找四五个小男孩 然后呢找了一个比他们稍大一点的 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在他们面前 所以我说就说那个 你说他好看 好看吗 说他好看 然后就是说 你可以摸他一下吗 有的男孩敢摸 有的男孩不敢摸 摸他一下 然后呢 有的也是表现不同 最后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打他一个耳光 所以感人的地方 就是这几个七八九十岁的小男孩 愣了半天 所以说就这个视频感动了很多人 因为他揭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啊 我们生活的圈子 我确实没见到 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两年 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啊 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 最近出了个视频 您看见了吗 大连发生的 对 那小子也给抓住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 或者是他老婆 你就那真照脑袋上踢啊 你那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 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 根本就是陌生人 迎面就冲头 我亲眼在北京前两年 我在车上 在那个那个那个西边 就在一个胡同 我当时觉得 这是因为那个车 叉一下就过去了 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 就有人呆 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 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 这么撞啊 然后的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 然后啪 就砸下去 我的天哪 我我我简直 这种男人一般都有 都有酗酒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 那有人制止吗 没有啊 这种情况 因为 我是坐在车上 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 那个视频后来 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 比如说那女孩的伤 是不是很重 是吧 好像很轻的伤 那这个男的判的就很轻 我们其实看 从那个视频角度上讲 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 你比如家暴啊 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 你就直接进监狱了 那就好很多嘛 惩戒不够 我老认为我们社会 最大的问题 就是惩戒特别轻 你找这问题复杂在哪吗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 她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 所以是女的求着 不要她惩罚 因为惩罚了 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 所以家庭暴力 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女的都独立 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 那种有地位的女性 她遇到家庭暴力 她只要不喜欢这男 她马上真能离开 为什么 她能活 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 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包括城里的 这些女的都是自己 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 对 那说的是亲人之间 你比如刚才说 亲人之间这段录像 对 您的大连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认为通过看视频 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 这人拍20年都不为过 因为你打得太重 对 而且那个重是随时可能 丢掉命的 关键它是一种很任性的 对 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 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烈的 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 您就可能是我幼稚 就是我就是不理解 我觉得是不是有毛病了 就因为我觉得男的 打女的 跟我想象的 他不能这么打呀 你说特别对 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 这玩意把猫脑袋上踹 他怎么能这么打呢 这个满叶你说像咱们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那都常听一句话 叫好男不跟女斗 对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也就是说 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 就是我不认识你 你淘气我也不会打你的 最多说点两句 这个男人不跟 这个好男不跟女斗 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 你不能以打女人 来表现你的那个本事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就这种男人 第一我刚才讲了 他可能喝了酒 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 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最最重要的 这种人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 他们家就有男人打女人的问题 他是看着长大的 所以呢 他有时一有怒气 他也就马上会打 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 我认为 就这些所有醉酒的人呢 他也是个欺软盘运 因为是个女的 那要是一个警察 我就不信他打他 他那时候酒还醒了呢 警察醒了 对对他肯定的 他就是从内心 他就是潜意识 就是以强凌弱 就是这么一个事 而且我看那新闻报道 他是情感受挫了之后 他就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 他可能就是说 觉得女的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他可能就会对女的 你过来女警察 你看他敢打 马爷说这特别对 其实一般我们有一句话 叫这个酒壮的是什么人 怂人的 对怂人的 这种人如果不喝酒 他的那个胆量 最多就回家欺负欺负他们家女人 他在外面是不敢跟人打架的 然后他喝点酒 这算有本事了 有本事他在找人打的时候 他仍然打的是弱者 所以就是这种人 他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个怂人 对 我以前也说过 家庭暴力 很多在家里打老婆的人 往往都是从小就被女人堆包大的 就是女的照顾他特别多 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 他就对这些女性 第一看不起 第二呢就是好欺负 但如果他身边都是男人 他不敢这样 而且他下不去手 这那个那个 他是你看这种 这种啊 因为现在就是 就是因为有这种摄像 没有摄像 没有监控 咱们根本看不到场面 对不对 那那我看到是 一开始是刑事拘留 你上学的时候 你不是在乡凡吗 对乡养 乡养 那种比如说 我就说二三线城市的学校 有女孩被欺负的吗 女孩被欺负的没有 但是确实是 比如说女孩 要是穿的衣服 少系了一颗扣子 然后大家就会着说 她是随便的 然后就开始一些 这个羞辱嘛 然后她自己就越发觉 那我就越发跟男生随便 她就因此就后来 破罐子破摔 就初中还没有读完 还没有读高中 然后就辍学 所以我是觉得 他真是会能毁了一个人呢 对因为在那种 非常非常封闭的环境当中 就是你所接受的 就是来自于你的同学 然后老师也不支持你 所以非常小的一点 就你成年人看 你觉得好像没多大事的东西 就可以毁掉你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说其实小孩 是欺负人是没有轻重的 我之前看一个新闻 也是我很震惊 就是讲女孩 好像这个练武术 就会好一点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 就是一个女孩 她是全国的什么 跆拳闹冠军 学武十年 被两个未成年人就杀了吧 就直接杀害了 所以你说这学武十年 有什么用 你面对这种力量 尤其就是两个人 你该怎么办 而且那个男生 未成年人 他们对于这种力量 和对于杀害 我觉得他们不像成年人 那么有概念 就非常没情没重 这怎么办呢 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 遇到一个就是来者不善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鉴别 如果他 你一看周围 没有任何呼应你的人 你这时候 你就不要跟他去愣对 就是先顺着他 甚至跟他说好话 他要近会儿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一看他手里有凶器 你要特别小心 就这两种情况 你都要特别小心 但是如果你一看 这个人就是 有点摇晃晃站不准 过来就是摸你一下 撞你一下 抢你东西 你这种情况 就照着他 直接给他两拳 撒退就跑就行 也就是说这个 你要根据情况 真的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 比如说这个半夜 走夜路 首先看来 孤身女性 就要防止这种情况 对 我建议就是说 真的是 我也同意王教授的观点 就是说女性吧 你要有一种意识 就是说你 你是毕竟是孤弱的 你从体力上 就看不过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一个人 如果迫不得已 必须晚上要出去 要么就约朋友 要么就让家人接你 要么你就就近 先找一地方 然后等到天亮了 再回去 不要这个太 因为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这话 咱们一说完 就是最近我看那个 网上有一段 那个讲这个无人区 穿越无人区 然后最后被罚款 后来这个 他们走出来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也没事 我们从新疆过那边 没拦 结果后来人家 专门介绍 说在这无人区 它是一个放生 就是养生区 就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 你碰到一条狼 可能不一定理你 但碰一个棕熊 你就没命了 所以我们人走在 社会当中就是这样 不是所有人 都是犯罪人 但是如果你要是很不幸 碰到一个犯罪人 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你不要要求 别人该怎么救你 最重要是你自己 要有防范意识 对 有些人 我就觉得 你要不给别人造成这样 你们应该把社会环境搞好 那让我不能走夜路 我就说这种话 都是说便宜话 就是说你要 就是我们讲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是不要说女孩走夜路 就做男人 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 走夜路很多 那时候也没有摄像 尤其北京的胡同摄长 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后面要跟着一人 甭管男女 就你恨不得在后子 反正你不愿意在人前头 那走那后面如果有人 我就会加快速度 就是我一定要判断 他那个声音 跟我是逐渐远的 而不是逐渐近的 他如果逐渐近 我就会依照一个什么电源杆子 我赶紧转身 我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后面拿一个板砖 手里拿个板砖 追着你 你还在前头跑 那肯定不行 那你就正面吧 你像这个 别说这个女性了 男的也害怕 就原来我住那附近的一个男的 打着电话往前走 后边帮着一砖头一拍 把包抢走了 你说这个赖谁 对吧 所以后来我就讲 打电话 如果是夜里晚上一个人 你就先站住靠着墙 你一边打电话 一边也能看到视线 打完再往前走 否则你在打的时候 你注意力全在手机上 后边过来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那么像这种 你一旦那人就是 春节在院里住了十多天 脑袋被开花 缝了十多针 很惨 所以我讲这个 不是说那个 就是说把治安搞好了 女性可以随便上街 不是这个 因为 其实防范意识 还不光是这个问题 就是防范意识 就是说你要明白 在社会当中 这个犯罪人 他出现的点是不确定的 如果他犯罪人 脑袋上都写字 这事就好办了 有人 你就说 一个干到董事长的这种人 还能干这种 不齿的事 对吧 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 当中要明白 在社会当中 就像森林当中一样 他会有狼出现 因此你要小心为上 如果你对蛇 对狼 有一定经验 你好办 你一点经验都没有 你还无知无畏 忘了一闯 这就非常 凭吗 我看你 买到我